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首先歡迎各位出席今天的論壇 氣候變化這個課題對大家來說相信不陌生 事實上全世界正處於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時刻 極端的天氣、氣溫上升 海洋暖化、冰川溶化 種種現象清楚顯示 氣候變化正在急速地加劇 地球不斷升溫 氣候變化對於世界各地社會經濟影響深遠 作為地球村的一份子 香港亦不能獨善其身 去年年底全球195個國家通過了巴黎協定 為世界各國合力應對氣候變化賣出了重要的一步 協定內容是全面的 並且定下目標 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 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攝氏2度之內 並努力進一步將氣溫升幅 限制在1.5度之內 為達到以上的目標 全球必須在未來數十年大幅度減少碳排放 才能夠有效壓止氣候變化 事實上要應對減碳的挑戰 我們必須大刀闊斧 轉向低碳或無碳能源 並且積極節約能源 氣候變化並非遙不可及 而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氣候變化對於基礎建設 運輸系統、能源、食物、水源供應和公共健康等方面 將帶來深遠的影響 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為了應付這個跨界別、跨範疇的挑戰 我們成立了一個由我主持的跨部門委員會 督導和統籌各政策局和部門有關氣候的行動 委員會在4月份召開了首次會議 審視了應對氣候變化的現行政策 討論了巴黎協定對香港的影響 以及外地應對氣候變化的經驗 各決策局和部門正檢視 他們在減緩、適應和應變方面的工作 以及在今年年底提出進一步加強 應對氣候變化工作計劃 以及制定2030年減少碳排放的目標 今天相關的決策局和19個部門的同事 都出席了一些論壇 包括有些現在在打仗的局長 包括高永文局長 足見我們對於氣候變化問題是非常之重視的 氣候變化除了是一個跨界別、跨範疇的問題 同時也影響著社會不同的階層 我很高興今天的論壇能夠得到 多個不同的界別的朋友積極參與 讓大家可以集思、廣益、共同努力面對這個大的挑戰 氣候變化固然是嚴重的挑戰 但同時也讓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思考應該怎樣可以用可持續的發展來保護地球 氣候變化其實可以為我們帶來機遇 讓我們提升生活質素 求為開拓低碳之路帶來契機 將香港發展成為低碳智慧型城市可以帶來很多好處 低碳可以推動經濟增長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並有利於綠色金融發展 政府將繼續接觸不同的界別 鼓勵市民深化節能減費打造低碳香港 鼓勵全民投入低碳生活 一如其他國際城市香港採用減緩適應和應變方法 來應對氣候變化 今天稍後時間各政府部門會火拍不同的團體 透過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例子 和大家分享可以怎樣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 適應氣候變化和對氣候變化作出應變 要應對氣候變化單靠政府的努力是不足夠的 我鼓勵大家在稍後的答問環節 可以多提出寶貴意見 集思講益 我期望這個論壇可以為不同的階層 和界別的持份者帶來正面的作用 有利彼此攜手制定更多具創意 和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案 共同為香港構建有效可行的低碳道路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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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